为了纪念建国总理李光耀的百年名单 以及新加坡所取得的成就 本地一家虚拟制作和动画公司 举办了高科技艺术装置展览 诉说我国的过去并展望未来 从传统铜像到数码媒体 名为《光耀时代在未来》的展览 希望以沉浸式体验 带访客走入新加坡的历史 例如这个动画是由李光耀上世纪80年代 演说的音档所生成 访客也可以把自己植入百年后的新加坡 超过20名来自本地高等学府的学生 协助筹备这场展览 展览将从这个星期天起举办到 这个月的24号入场免费